注意看这小孩 只见他深吸一口气 屁股的喷火器瞬间蹦得足足十多米长 就是这么一个蹦屁惊奇的男孩 当上了史上最年轻的宇航员 而且人家婴儿都是医生拿出来的 实在却不一样 是直接蹦个屁蹦出来的 一个旋转回旋720度 医生才艰难接住 回家了父母更是遭殃 他一天24小时都在放屁 老爸出来炸道一开他门 满屋的酸爽直冲大脑 这要每天都稳住屁 估计嗅觉都要失灵了 于是老爸给他下身套上塑料袋 却不料 吃一欠掌一掷 老爸又给阿史套上超长塑料管 管口直对屋外 这下应该没有后顾之忧了 可没想玩具掉在轮边 阿史应是拽着管子去捡 结果 自此之后 老爸再也受不了选择离家出走 阿史也一晃到了上学的年级 作为新生儿 他自然地给大伙奔了个屁住住心 惹得老师同学都不敢和他说话 却唯独小傻不嫌弃他 愿意跟其做朋友 不为别的 只因小傻从小就嗅觉失灵 自然而遇到阿史的屁 而在这天的学校大会上 师生集体安静 但阿史却憋不住 为了解决阿史的放屁问题 小傻这个智商250的天才少年 靠着平时捣护黑科技的技术 造出了霹雳无敌神屁股一带 只要穿上 阿史放的屁都会挤在裤子里绝不漏气 接着按个按钮 就能把屁存在饭盒里面 放屁的问题解决了 阿史整个人都威风了不少 想怎么放屁就怎么放屁 开大会不怕全体尴尬 就连最能铲屁的那斗 都能够大口吃下一整晚 可他们不知道 在隐秘的角落里 有神秘人在暗中盯着他们 这是台有味道的飞行器 没有燃料动力 全靠着男孩坐上面放屁 这屁蹦得相当持久 同伴在后头操控方向 阿史就只需不停放屁逐利 忽然气管被崩开 里头的屁四处飘散 臭的观众纷纷舞鼻憋气 可尽管出了点小插错 但俩小孩还是靠着这放屁飞行器 拿下了首屁发明大会冠军 要知道 阿史之所以放屁能够又臭又潮 全靠他天生拥有两个胃 结果叫爸不知好歹 硬是抢走了他臀屁的饭盒 结果一打开 这天阿史没事闲着溜达 正好发现有个男高音在练伞 等到唱高音触时 男高音却唱不上去了 谁知阿史一个蹦屁 唱出了世界最高音调 把路灯都给弄碎了 音乐家大受震撼 可当他叫住阿史时 阿史误以为要赔钱 吓得直接跑人 他想着找同伴小傻王们 可一到对方家门口 却看到小傻居然上了神秘人的车 一声不吭的就离开了 阿史经历了老爸走人 现在又失去了小傻 他整个人都变得郁郁寡欢 为了泄愤 他跑去找维飞作歹的叫爸 当着对方面就直接来了手致命熏体 这还没完 见笑爸被臭的逃走 阿史又一路尾随 直到对方被堵在小树林 无处可逃 他便转过身抬起屁股 我人傻了 想尝试下这滋味的扣个音 可回到家还没多久 之前的南高音却找了上人 说要带阿史去参加世界巡游音乐会 阿史这一听 虽然自己的梦想是当宇航员 但这可是找到小傻的好机会 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我从没见过这么唱歌的人 南高音在台上对嘴假唱 男孩就在后台放屁直达高音 瞬间震撼全场观众 靠着这蹦屁技术 南高音一跃成为最火歌唱家 去到世界各国巡演 可就在这一天 男孩阿史却吃坏了肚子 隔着屏幕都闻到味道的小伙伴请点个赞 而这一下 在场的音乐家看穿了南高音的假唱 从后台拽出了阿史 谁知这时 舞台顶上的大灯因为被批蹦坏 直接砸下来正宗音乐家 而阿史也成了当地最年轻的谋杀反 法庭上 曾经带他四处巡演的南高音 却瞬间便连把责任全推给他 就连孝霸和老师的证词都对阿史相当不利 孝霸说自己曾被他的核弹劈崩坏 老师也说他曾经放屁臭死过人 这下证据确凿 阿史被判下死刑 可就在准备行刑时 忽然杀了一辆黑车 居然是曾经带走小傻的神秘人 他们以最高的权力 保下阿史带离了监狱 原来这伙人是航天局的 由于火箭出了问题 现在宇航员被困在了太空 因此他们才找来小傻 研制神匹一号火箭 而能源理所应当是阿史 于是在接下来的时间 阿史24小时都在接受投石训练 储存有史以来放得最猛的屁 之后为了测试 航天局给阿史裤子装上推进器 只见他双手紧握栏杆 一个发力火焰就喷出十米长 看来一切皆已就绪 阿史穿上宇航服 坐进了神匹一号 随着倒计时开始 全场静默不敢呼吸 只见监视器里的阿史 火箭推进器瞬间点满燃料 随着熊熊烈焰喷出 阿史靠着放屁 成功把火箭蹦上了天 直冲浩瀚宇宙 等到任务完成 阿史从曾经被万人嫌弃的放屁小 成了全球仰慕的神匹英雄 只要给这期视频点赞了 我也祝你梦想全都实现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神匹天空人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